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喂喂喂 我是苍石 然後我今天要講的是正確執行跟企劃的專案 那這是一個就是我大學四年 然後學一些設計啊什麼時候 那去做的一些企劃 那到了閉置之後 我們做了一個遊戲 那這個遊戲的企劃 就是我們從這個企劃才發現說 我們實際上在實作企劃的時候 如果你沒有做好企劃 然後你沒有用正確方式去做你的企劃 就是去執行它 那其實會有很多問題 所以就我是昌食 那去年的時候還是一個前端跟網頁設計師 然後今年因為做遊戲 所以我也變遊戲開發者 那再來就是 今天要講就是 以學生為基礎的企劃跟執行 那為什麼會說是以學生為基礎呢 因為例如說你以後去公司 那大公司的話 它可能一個專案 可能有可能到20人到100人 但是我們學生 可能你的同學加起來也才六七十人 所以老師分組的時候就只會分 例如說兩到三個人 或五到六個人 所以我們要討論的是這種比較小的團隊 然後去怎麼做這個企劃 那第一個問題就是 為什麼要做企劃 那我想啊 就是很多如果有自己在寫project 然後有在開發東西的話 就會覺得說 欸 我寫文件其實很麻煩 那我自己看懂就好 那我自己的project我自己用 就OK啦 那寫企劃 就是我有idea 那我現在去做這個企劃 那不就浪費我時間嗎 因為我做一個idea 那我馬上把它做出來 那不就沒有問題了 但是第一個就是說 我們去遊戲系統去整理一個project的資訊 為什麼要遊戲系統的整理呢 那通常就會遇到一個問題 例如說我現在想了一個idea 那我過幾天 我又想到另外一個idea 那我有這麼多idea 那這些idea到底可不可以用 那適不適合 其實都是需要遊戲系統去把它整理起來 那才有辦法去運用 對 所以我們會把這些idea去評估說 欸 例如說像我們遊戲團隊那時候 就是一開始的時候 同學就說 我們要做3A級的遊戲 那 國外做3A級遊戲 例如說刺客腳條 那是好幾千萬美金在花的 那一個學生團隊就是 我們要用0元 要去做一個3A級遊戲 那你就說 是有可能嗎 對 那我就 那時候我就跟同學講說 你這個不可能 我們不要做這種遊戲 我們要做那種小遊戲 然後還要很惡搞的 然後我同學就阻止我說 你不要 你不要發瘋了 然後我就說 好吧 那我們就試試看 對 但是 重點就是說 我們要學會去看說 這個project 他到底能不能 執行 如果你 沒辦法去正常去執行 這個project的話 那 你就算有在好idea 其實 也沒有辦法做出來 那有時候其實 專案的可行性 一個問題是 其實是你的技術沒有到 那個程度 那 這只是單純就是花時間 把它練上來而已 但在這之前 你這個project 你能不能做 或是你的team能不能做 那就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再來就是 他可以減少我們做專案的負擔 例如說我同學 他就說嘛 我要做3A的遊戲 那 以我們的狀況來說就是 他一個人要建模型 那 如果你現在如果建的像是 micraft那模型的話 他可能只要10分鐘 他可以做一個人物出來 但是 他3A遊戲的模型的話 他建一個模型 他要兩個禮拜 這個時候 我們的project 大概只有一年 那 一年的話 大概只有40幾個禮拜 所以他能建模型非常少 那 他要怎麼樣 才可以做出那麼多模型 然後豐富這個遊戲 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所以說 我們在做這些 東西的時候 那就要去考慮說 好不好 那我們在做企劃的時候 我們在考慮說 要怎麼分配他的時間 他才可以做最少模型 但是尤其是最豐富的狀況 那 做企劃最開始 要做的東西就是發想 那 這個發想呢 其實就是 那個 設計思考 我覺得 設計思考並不是說 它是一種設計師運用的技巧 設計思考是什麼呢 設計思考就是一種思考方法 那 最簡單的話 它就是 腦力激盪法 對 那腦力激盪法 其實 我想 蠻多人應該都會知道 因為它就是新制圖 那我們通常會定一個主題 例如說 這個主題就是 我們在參加 Global Genshin 這個活動 那我們會有一個遊戲發想 要做什麼事情 那我們就開始討論說 欸 我想做什麼 想做什麼 其實當初 我們在發想的時候 其實你也不要想說 腦力激盪法就是 就是不要想說 它要很總規中矩 因為像那個時候 我們就裡面就說 要有什麼 橡膠壓 什麼之類的 OK 對 那這些都是idea 那其實我們後來做 這款遊戲 其實那個時候 就是 兩天左右時間 我們做出來的時候 就只是有一次橡膠娃娃的東西在裡面 對 OK 那 這個是我們 那個遊戲project的發想 那其實圖很小 那 你大概就知道說 我們可能會分 比如說 幾個大項目 然後 比如說像是戰鬥的系統之類的 然後去延伸說 欸 這個方向 那這個方向裡面有什麼東西 那我們只是做一個簡單分類 那 主要目的就是說 我們基於這個主題 然後去思考 我們該做什麼 然後 想要做什麼 那 可能 可以做什麼 所以 在腦力激盪完畢之後呢 我們要把這些 想法就是整理起來 OK 所以原本是一個圖形 那我們把這些圖形 列成大項目 大項目裡面呢 就有小項目 那小項目它就寫說 細節 它到底是什麼 那 這種整理方式呢 其實就是說 我們會有 那個 專門用來整理 思考的 方式 OK 那 如果你去買書的話 那種設計思考書 其實它裡面 你會看到說 它設計思考 其實它有分 比如說五個階段 或七個階段 那每個階段都會有不同的方式 可以思考 那它其實是在 完成度不同的階段可以使用 例如說 早期的話 就會有像這種 就是隨機時的發想 那中後期的話 它就會有 例如說 基於使用者 例如說 你的project做到一半的時候 比如說 像我們遊戲的話 就可以放出試玩版 那遊戲 試玩版出來之後 玩家 feedback 回來 那我們就有一些 資訊 那也可以用這些資訊 去再做分析 然後再做改進 那這也是一種設計思考 所以設計思考 是在你整個project 都是隨時都可以使用的 那它並沒有限制於說 你一定要是在一開始 或什麼時候使用 那它其實本身 也是一種很實用的思考方式 那很重要一點就是 你要記錄 就是你的過程 為什麼要記錄過程 因為你的記性 不可能很好 那你一個project 半年一年 做下去 那你就很難去記得說 之前做了什麼事情 所以這是說圖 那我們project也就是前半年 大概就是去年六月左右開始 大概有半年時間 我們每次的開會 都會把它記錄成一個文件 那文件裡面的內容 其實只是單純寫 例如說今天有人是想說 我突然想要做塔房 然後裡面就會有這個項目 那只是單純記錄說 他做什麼 然後他想要做什麼 然後每個人的想法是怎麼樣 那就是一種紀錄 再來就是 做企劃的話 我們就不要做分析跟評估 那前面有提到嘛 就是說我們這個 做企劃的時候 我們必須思考說 到底能不能做 那做了 到底是OBOK 像是如果你是比較商業專案的話 其實你就要分析 就是說這個東西賣不買出去 那我覺得學生專案 其實有一點可以考量到 就是這東西 他可不可以去得到比賽的獎項 因為像是我們Tim 就是每次做東西 就是學校的作業會 設計學員會要求說 欸你要做東西去比賽 然後我們Tim每次做東西 然後每次被打槍 就是那個 還沒入選就 就被刷下來 那有一次 我們就是送那個精毒獎 那可能是我們內容 就是 有點表啊 就是 我今天旺開頭的公司 然後還是重複兩個字 就是我拿去寄 然後結果油彩拔機回我家 這樣 OK 就是這些 所以我們就是要做分析跟評估 就是去考慮說 這project到底可不可以執行 那 其實這個動作是要 就是你要經常性的 重複去check 就是 有時候你做到一半 比如說10%的時候 檢查一次 20%檢查一次 那這時候OK的 那再來就是 專案呢 就是發想完之後 我們就要開始思考說 欸 這專案要去怎麼做一個企劃 那第一個就是 我們要討論一件事情就是 這個企劃要誰來寫 OK 為什麼要討論這件事情呢 就是 我這個team啊 我們五個人都很有個性 然後 就是剛開始開會的時候 人家旁邊看就說 你們在吵架嗎 然後 其實 對 其實我們已經快吵架了 但是我們沒有吵架了 對 所以第一個就是 專人負責 那專人負責比較適合在什麼情形 那專人負責比較適合在什麼情形 你的team已經有共識了 就是說 你們全部人都說 噢 我想要做一款動作遊戲 好 那就沒問題 那 就只需要一個人 去把他的細節描述出來 就是說 詳細上就是說 這動作遊戲要像 例如說像 Darksiders 之類的 就是像某一款遊戲 然後他要怎麼做 東西 那這是專人負責的情況 那當然 也可以團隊合作 那我的企劃 我們遊戲的企劃 其實在團隊合作上 我們怎麼做呢 我們做法就是 我會把主員全部開那個hand out 然後我們就線上 然後我就開始講說 好 現在第一個項目 然後有沒有問題 那 這個大方向決定之後呢 我們之後就 不能再改 就是先不改它 然後就這樣子 一個一個項目 大家都討論一個大方向出來 那大方向討論出來之後呢 就由我 去寫細項 所以 做一個企劃 你並不一定說 你要一個人寫 或是一個團隊寫 那你可以交錯使用 那這其實也是小團隊的優勢 就是你用一個團隊協作的方式 只有在小團隊可以做到 那這也算是 它的一個優點 因為如果你團隊大的話 你不交給一個人寫 其實很困難的 那這個人他寫企劃 到底不符合大家的夢想 大家對這個project想像 那就是很難去看出來 所以 企劃的話 基本上 架構 那遊戲類型企劃 其實就 就其實一定要探討 就是 它是什麼遊戲 然後它在什麼平台上 然後企劃的話 通常會要去寫說 例如說 它的內容 它的細節 那後面會再討論一下這些東西 第一個就是 做企劃的時候呢 我認為很重要的一個點就是 要基於使用者 所以 很多企劃書 它一開始寫就是 目標使用者 那這是什麼 例如說 18到20歲的大學生 OK 像這樣 例如說像迪卡 它就是只針對特定大學的學生 那當你限定使用者的時候 你就會很好做 如果你有嘗試就是想 同時支援 例如說Windows Mac Linux 你會發現 這非常難 那大家做App的話 就常常會討論到 Android跟iOS 那這也是都是很難的 所以 通常我會建議 就是要 一開始先做聚焦 就是 聚焦在某一個平台上 聚焦原因就是說 你先把一個方向做好 那才可以 像剛剛你會看到 我們遊戲project是說 我們要支援Windows跟Mac 但其實我們實際上 開發之後才發現說 Windows跟Mac 它其實在3D的呈現上 其實是有差異的 那我們只好先決定說 先支援Windows 就是比較多玩家的平台 那這些決策 也是在企劃的期間 最好就可以做出一些決定 再來就是 做功能定義 例如說我們遊戲 例如說我可以攻擊 那攻擊它有四個段落 那再來說它可以跳 它可以到三度 那這些東西呢 都要寫出來 那寫出來的重點在於說 你要寫細節 那什麼叫細節呢 那什麼叫細節呢 就是我們把這個project 它做的東西 例如說要攻擊 那你可能會說 攻擊是要橫砍的 還是從由上往下攻擊 那這些都要寫 那通常像這種搖桿的話 我們就定義說 鍵位對應 那用表格的方式呈現 還有文字描述 去表現這兩個東西 因為用文字描述的時候呢 其實你可以很了解說 實際上的情境 但是用表格的時候呢 你可以很快速搞清楚說 在程式設計啊 或規劃上的時候 該怎麼做 像是我們前幾天在增加 那個新功能的時候 我就問說 我們那個 某個技能啊 是不是在A鍵上 然後 我的同學就說 嗯 不對是在B鍵 然後我們兩個研究很久之後發現 那是一個我們企劃裡面沒有寫的功能 所以我們不知道它在哪個鍵上 對 再來就是 我覺得 prototyping 它是企劃的一部分 像是網站企劃的話 我們就會做什麼 例如說 畫wireframe 然後可能會有比較高精度的草稿 那這個東西 就很重要 為什麼 prototyping呢 我們在prototyping的時候 我們可以想像出 例如說這款APP 它實際上操作的時候是怎麼樣的感覺 所以 當你的企劃 寫得夠詳細 夠完整的時候 所有看到這個企劃的人 都應該可以了解說 喔 我現在做的這個東西 它是一個 怎樣的東西 例如說 你的企劃 上面就寫說我要做動作遊戲 然後我要有刀光 我要劍影 我要會跳 我會砍怪 然後 這時候 可能就會有一個team 例如說 要來做這款遊戲 等你完成之後 它可能就會變成什麼tempo run 之類的 所以 企劃你要完整去描述說 我這個實際上 運行的情況是怎麼樣 因為像 下次我跟我team 就在做這款遊戲的時候 我們就遇到一些還蠻有趣的情況 結果我們 在討論說 嗯 我們開始畫面要長怎麼樣 那我們就說 那我們讓我們的boss抬頭 然後 這就很有趣了 我們動畫師 他抬頭 他就是把頭抬起來 然後他身體完全沒有變化 那 實際上 他是其實這樣抬頭 對 那 對這個遊戲來說 這不正常嗎 就是 有正常的人他不會這樣站著 然後就抬頭 對 那我們的美術他就會去幫他修正這些東西 那 如果你一開始都寫清楚的話 其實大家就比較好瞭解 再來就是 企劃其實是對一個專案執行的規劃 那 很多企劃上面其實會要寫實程 例如說 一月的時候要做出原型 然後 三月的時候要有一個可以運行的版本出來 這樣子 那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呢 當你在規劃的時候你就會發現說 欸 例如說我的美術 他一個禮拜 他只能建半個模型 那他要兩個禮拜才可以建一個完整模型 那 我安排這個時程 對他來說 會不會非常殘忍 就 例如說 他就是兩個禮拜 才可以建一個模型出來 那你跟他講說 我下禮拜要四個模型 那 你的美術就會暴怒 然後 他就 他就不想做 對 那這其實是很多時候 就是你在 學生團隊 就是我們在聽work的時候 常遇到的問題 就是你給你的夥伴一些不合理的要求 對 這就是 企劃它基本上應該要是一個成員的共識 所以 其實 這就是要講一個小故事 就是 有一次我們開會的時候 我就 對我的team 就說 來 我們每個人 把心理的話講出來 然後 那個時候其實我們已經決定要做動作遊戲 而且要有3A等級的動作遊戲 然後 我第一句話就是跟他講說 其實我想做塔方 我一點都不想做那個動作遊戲 因為我覺得動作遊戲其實沒有很好玩 然後 我的同學就 嗯 然後 好 那接下來下一個同學就說 其實我想做Stark遊戲 我很喜歡像minecraft 它是一個開放的世界 那 對 結果發現 我們一個team 五個人 喜歡做遊戲都不一樣 那這怎麼辦呢 嗯 沒有什麼辦法 就是 就是我們討論好嘛 我們已經討論好說 我們要做動作遊戲 所以我們就做動作遊戲 那 為什麼還是會做動作遊戲呢 因為 即使我們喜歡的東西不一樣 還是會有共通點 那我們就是把這些共通點放到我們企劃裡面 那 這些共通點其實就是我們真正喜歡遊戲的部分 那它不是全部 但是至少每個人都會喜歡他自己的工作 那再來就是我們要開始執行我們的專案 那這是我們竹美術舞圖 那這是 那個 就是現在 最近的時期的 那 比較前面那張是 再早一段時間 就是 對設計學員來說 做一個 就是 畢業的專題 其實是一個 練等的好時機 就是 你會從大概一等 然後一口氣升到十等 這樣感覺 對 就是突然會變非常強 好 第一個件事情就是 工作應該平均分配 我想大家就是在 例如說在高中 國中 或是甚至到大學 就是 老師說要分組作業的時候 總是會有同學說 那我們把工作平均分配 這樣子非常公平 可是 其實 就是 我通常就覺得這非常不公平 例如說 嗯 例如說 可能是寫一個寫程式的project 那 例如說假設我比較擅長寫企劃 那我的 我的夥伴 他比較擅長寫程式 那這時候 老師要你做一個 小的專題出來 就是一個小的app出來 好 那 如果你們平均分配的話 就是說 啊我寫一半程式 你寫一半程式 然後這時候你就會很憤怒 就是寫企劃的時候 你就說 你這個app的規劃 實在爛得要死 然後 你的夥伴就會說 你寫程式實在爛要死 就是 例如說 完全沒有縮牌 然後連大括號都沒有 然後還用全新符號 然後說 欸這什麼 這什麼東西 這樣 但 其實寫Ruby就不會用大括號 超棒 對 然後 所以工作應該平均分配 這是不合理 就是 你們應該拿擅長的部分 分給自己多一點 然後把 不擅長的東西給 就是更擅長的人多一點 而且 有時候會有喜好問題 就像 我們的 美術 他超喜歡建3D模型 我都會跟他講說 我們那個主美術 他是建3D模型 一年間要走火入魔 為什麼呢 因為我從一年級 認識他 的時候 他 其實還在畫2D的圖 然後 那時候 我就講說 我們是不是要在二年級的時候 嘗試開始做一點遊戲呢 然後他就跑去看了3D模型的書 然後之後從二年級到四年級 就這三年間的時間 我看到他的時候 他都在建模 對 你知道他就是重症患者 對 那其實我也是重症患者 就是我從一年級到四年級 大家都看到我在做網站 對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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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病得越嚴重 你就可以練得越好 這樣 那喜好的話 就是像我一個 team 我team裡面有一個美術 我們有三個美術 然後一個城市 一個動畫室 那我們裡面三個美術裡面 主美術他美術能力夠 那他可以負責比較重要的部分 那另外一個 他跟主美術之前是一起做 那個學校的 就是產學專案 那 這些專案 讓他練了不少技術 但是他還沒辦法就是完成去做重要的部分 所以他會支援我們副美術 但是另外一個同學 他其實他是 就是 你知道 就是 做壁字 那我們從一年級進去的學長節就是說 就是 做壁字就是 會讓男女朋友分手 讓好朋友就是 才散 這樣子 就是 就是做壁字其實就是那個友情的殺手 那他就是 他就是 他就是某一天 他睡醒 應該 我不知道是不是睡醒 就是他睡醒的時候發現 他不在某一個組裡面 然後他就開始到處流浪 然後就找到了我們 然後我們就 我就問他一句話就說 嗯 你覺得 你要什麼事都不做 還是你想做點事情 然後 就說我覺得啊 如果是一個正常的話 就是 你會覺得你應該要做一些貢獻 那當然他選擇他要做出貢獻 那他成為我們第三個美術 可是 可是呢其實 就是他 他平常其實身體不太好 就是 障礙失眠 因為他很靈感 就是敏感 就是晚上有一點聲音 他就會被吵醒 然後 對 這時候要講 就要講個小故事 就是在Gang Jam的時候 就是我們那時候睡在會場 然後非常冷 第二天我就說 就台北的那個同學就說 我們去你家睡 然後那天 就是大家睡得太好 然後 我那個同學 第二天早上起來就說 我昨天睡不好 然後我們就說 你怎麼了 他說你們第一個 睡下去之後開始打呼 第二個又跟著打呼 第三個再繼續打呼 然後呢 第一個好部分停了之後 第二個又再接力 然後我整個晚上都聽你們打呼 對 然後 對就是像這樣的東西 然後但是就是說 因為他經常這樣 所以我常常在半夜才會看到他 然後他通常能做的事情就不多 因為你知道他常常失眠 所以他會做的東西 走到一半睡著 就因為他失眠 所以他必須睡覺 不然身體又穿不下去 那我們就是說 那你想做什麼 因為他因為這個關係 所以其實 作業練習量也不太夠 那他告訴我說他想做UI 那我說好 沒有關係 那 因為我做網站的關係 所以我比較常接觸UI 那有需要的話 我可以幫你建議 那你就盡你的能力去做你的東西 所以 所以我們整個team 大家其實就是還蠻和諧的狀態 例如說會晚上打呼就是吵到人嗎 OK 那再就是 我們做企劃的時候 就是執行企劃的時候 我們要把任務切成小小的任務 就是說這個製作開始畫面 那我們下面就會切 切個 其實就是例如說一個項目 就可能是做動畫 然後做個選單出來 像這樣的東西 那為什麼要這樣呢 因為製作開始選單 這時候我們遊戲會有三個美術 那他們想說 開始選單 然後他們可能今天 看了兩個模型師嘛 聊一個動畫師 那模型師他們可能跑去建一個模型 然後建出來之後 你就浪費了一個人力在裡面 所以我們切成很小的任務 然後把這個任務 指派給最適合那個人 例如說裡面有一個任務就是做選單 那他選單是什麼 就是開始遊戲 繼續遊戲 結束遊戲 對他只做這件事情 對很簡單 但是他就很明白說 欸我只要做這件事情就好 那其他事情會有人做 那開始選單怎麼控制 那就是只要給我做 那我可能會說 我要可以按上 我可以按下去控制他 所以把任務切成小任務呢 就是可以幫助你的團隊 就是更加了解說 我要怎麼去做這個專案 因為你在執行上的時候 如果你的東西太雜 那大家都分不清楚說我自己工作是什麼 但是你很清楚把它這樣切割的時候 你會發現說 欸我該做什麼 就很明白嘛 就是該這樣做 那這個其實就是說 像程式有偶合度嘛 就是相依太多 那你切成小任務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我要越小 那我就越 就是我就必須 讓它偶合度越低 不然的話我沒辦法把它分到那麼小 那這個時候大家可以回去學學看 就是那個單元測試 當然在寫單元測試的時候 也會遇到這個問題 就是當我想測這個東西的時候 卻發現我那個Function裡面包了太多東西 所以我沒辦法順利的測試它 那正確的企劃 其實你的任務是很容易切割的 例如說像這個 就是我們裡面有個就是要選掛 然後照顧一個障礙物 那這個功能就很簡單 有一個人要做跳的動作 那有一個人要做這個障礙物 那有一個人要做在這邊按個按鍵 會刮過去 所以很明顯我們就把工作就分出來了 所以 你去把企劃寫略詳細 然後有示意圖 然後就可以 但其實你看我們的示意圖 雖然說他們 我同學全部都學畫畫的 就是他們大部分都是美術 但是你們看 我們在寫企劃的時候 我們的就是那個制度就是這樣 就是 就是不要覺得說 你美術不好就不能寫企劃 但是 只要能看懂是什麼就好 因為裡面全部都火柴人 對 再就是 定期去驗收進度 這件事情 其實 太長太短都不好 那像我的話 就是 比如說最近 就是學校要開始收件 那我就會說 我三天檢查一次 那沒有進度也沒有關係 對 我們團隊總是 就是沒有進度也沒有關係 那 其實 其實你只有問過他 那他基本上他心裡就會說 哦 我每次都沒有交東西 那他自己本身就會開始擔心說 哦 我應該交東西了 除非你那個 就是你那個 你的那個成員就是他非常的 就是覺得說 隨便啦這樣 不然的話其實就是 定期聯繡進度的時候 大家基本上都可以交出一些東西 對 然後再就是 確診進度另一方面是什麼 你要了解他的狀況 例如說 有時候確診進度的時候 我就會問說 欸 怎麼有一個人沒有出現 然後另外一個人就說 他昨天又失眠了 對 好 所以他就沒有出現 那沒有關係 但我知道的時候他只是失眠了 那我可以去幫他 所以我就問他說 欸 那是不是需要我幫你做一些事情 那 如果要的話 我就幫你做掉一些 那等太久的話 我就先幫他做掉 那 之後他如果有他的想法的話 可以再修改 那沒有關係 所以就是 至少就是我們要互相確認的進度 所以我們出去參加活動的時候 就我們五個男生 然後人家就問說 為什麼你們感情這麼好 是不是以後就要一起做遊戲 我說 對 但是其實我們應該不是感情好 我只是因為我們就是 大家就是 互相的體諒 然後互相了解對方 所以我們就是 看起來就是 感情其實很好這樣子 然後 再就是要善用一些工具 像我們遊戲project的話 我們就是 有用Source Control 所以我們會管理遊戲每個版本 然後 其實 其實因為我們用遊戲引擎 常常壞掉 所以這個版本的關係 常常救我們 就是會壞檔 然後我們就要退回去 然後再重新來一次 那 像是Slack的話 我們就用一個機器人 然後每當有一個人上傳的時候 就會得到通知 所以其實我們也不需要特別追進度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追進度很鬆散的原因 因為 有誰更新東西 然後有誰增加東西 我們都很清楚明白可以知道 那 Slack它另外一個方便功能 就是它可以管理很多圖片檔案 所以我們Tim在這些圖片檔案管理上 我們都是利用這個方式去管理的 就是大家會把圖片傳起來 那我們就是在上面找一些要的檔案 那其實都還蠻好找的 那有這些功能 其實很多地方就可以輔助到我們的操作 這樣子 再來就是培養功能習慣 那我剛開始的時候我會跟他講說 那我們每天就花個五分鐘或者十分鐘 然後就是大家講一下說今天做什麼事情 所以其實我的Tim很早 就他們還開始做project的時候 他們已經被訓練成就是說 就是每天都要跟他們分享 那我們平常就會分享說 一些我們生活的東西 那有趣的話就是像是今天我同學 就貼了一款遊戲 然後就是說那敵人出現了 然後或者說我們有個同學 他是別組的 然後我們之前是要找他跟我們一起做 結果他跑去別組 然後之後我們要提升士氣 就是說那某某同學真的非常可惡 然後大家就士氣上升 然後就Yeah 打倒他 然後我們聊天視窗上面 就是已經好幾個月 上面都寫說打倒某某同學這樣 那再來就是身為一個Tim Leader 他其實是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為什麼 第一個就是我要支援我的組員 就是我盡可能要多會點東西 那為什麼要多會點東西 那為什麼要多會點東西 因為譬如說我建模的同學 他譬如說他出了一點事 他沒辦法做 那我就必須代替他做一點模型 那做UI同學沒有辦法做 我就必須代替他做一點事情 再來就是我必須常常關心我的組員 然後確保說大家都是在線上的狀態 就是不要有人斷線這樣 就是你知道有些團隊就是 有些同學 我們有些同學他們的團隊就是 做一做之後組員就不見了 你知道寒假過年嗎 大家回去就很高興 然後就是可能寒假兩個月 然後都沒有人 那進度就直接就大delay 所以其實我在寒假就是過年的時候 我們就說好過年就是 我們一樣會聊天一樣會問問題 但是就不要太糾結進度 但是其他時間我們都是會 互相聊天然後互相確認進度 然後再來就是做一些簡單的結論 第二就是企劃其實是為了讓執行上更加順利 對所以剛才看到我們做這些企劃其實是為了後面 例如說我們要分任務 然後分工作去做 那第二個就是呢 執行一個專案的時候 其實你會學到很多企劃的方法 我現在講這些方法 其實很多是在我們做遊戲的時候 才學會的新方法 那我們就是不斷把重複運用在我們更新企劃上 對那其實你把企劃做分解 例如說這個project在做什麼 其實就是readmeme 那這project要有什麼功能 就是roadmap 所以其實你會回去回想 就發現說 其實我不需要寫文件 我需要寫的是一份企劃 當我企劃完成的時候 我的文件應該完成差不多了 對不對 因為裡面有很多溝通的細節 例如說像剛剛那個建位對應表 那在軟體開發上就是API 就是API的對應 所以很多東西在寫企劃的時候 其實就已經完善你的文件 OK 那再來就是Q&A 然後我會先播幾張我們遊戲的截圖 然後再來就是我剛剛 我還順便就是把我們遊戲build出來 所以我還可以順便demo遊戲 OK 然後這是我們遊戲場景 然後這是我們的boss 那因為Mac在那個呈現上會有點問題 所以就是它會比較暗 它沒有自動曝光 那所以我現在demo的話 遊戲畫面可能會看起來很暗 OK 然後還會變形 因為我們是16比9 欸好像沒有 OK 那第一個就是 我們是可以真實用搖桿去控制它的 OK 然後 按下開始遊戲 那應該是聽不到聲音啦 因為沒有因緣輸出 那這是摟點畫面 那我們遊戲其實沒有做油畫 因為我們是一個 非常純美術的團隊 所以這一段畫面大概要等這個 那個 就是5到8秒左右 不過那大概是 半個月前的時間 因為我們美術還不斷的那個 就是擴建 場景 就有一天我們老師在檢查就說 欸同學你們場景怎麼這麼大 然後美術就說 我還偷偷擴建 然後我說 夭壽你不要再擴建了 我快蓋不完 我快寫不完 OK 然後 因為就是 拿麥克風不太方便 所以我 我就是 這樣稍微推一下 我們是實際上可以戰鬥的 OK 對我們是實際上可以戰鬥 那過程中有任何問題都可以問我 OK 有點lag 對 這是我們遊戲 那你們現在就是 因為一城住也會看著你們 所以有問題就舉手 然後我會回答你們 對對對 我會回答你們 我一邊打遊戲一邊回答你們 這樣 那我們遊戲大概就是 3月中或3月底的時候 會有四晚版出來 OK 那有興趣的話就可以 就是其實 其實一城結束後 有興趣的話可以來找我玩這樣 OK 因為太黑了我看不到東西 這家糟糕喔 這門開了沒 然後 喔還有怪 這是我們 我們這個門 剛才是為了讓你練習慣打怪 然後 就是 要打完怪才會開門 可是 因為黑到 我不知道門有沒有開 然後 這個火柱 其實是可以看到的 對 你看我把火柱看到了 這畫面實在太黑了 在Windows上不會有這個問題 就是 你知道就是在Mac上啊 就是 你知道人嗎 會自動適應黑暗的環境 然後 在遊戲引擎它有模擬這個東西 那 但是Mac上就是 你知道就是那個 視障人士 對 就是視障 所以就看不到東西 然後 欸我真的看不到東西了 我眼前一片黑暗 好 我覺得 你要帶給它光明 就趕快問問題 對 不然的話我就 欸 來 喂 我想請問一下 你剛剛有說到說 在執行一些任務的時候 盡量把它工作量切割到小 然後再分配下去 給他們工作 那 在把這些東西 部分 整合起來的時候 會遇到什麼樣的問題嗎 因為 都是不同的人在負責 對啊 例如說像美術上的話 就 你可能會遇到就是 美術它可能做同樣的專案 但是 它的畫質有高有低 那 這個 我們解決方法就是 因為我們是小團隊 所以我們的 第二美術 它會建比較粗糙的模型 然後可以第一美術把它修成比較好的模型 那這樣第一美術它是不是就省掉前面建模型的時間 對 像這樣 比如說城市跟動畫 還有結合的話 就是 像我們的動畫師其實它 它對城市有興趣 所以它自己會一點點 那它就是先把它可以動的東西和控制設上去 那我再幫它修正為一個會動的東西 所以其實有時候 你在一個領域 就是說遊戲領域的話 就是 即使美術它其實也要稍微懂一點 城市之類的東西 那我們就可以比較好的互相合作 所以像我們的美術其實它會看一些那個就是 什麼遊戲城市 但其實它根本看不懂 那它就是看了影片說好像可以做出來 然後就丟給我就說 欸這可不可以做 然後我說好像可以做 那我們就做吧 這樣 好 謝謝 然後我要現在繼續尋找出路 在時間到之前 然後你們可以繼續 想辦法提問 我覺得有點困擾 喔對 就是記得玩遊戲的時候 就是不要把視角 就是不要把視角這樣 就是 往下這樣推 因為我們 我們模型是見得很細 那 我們在 我們在那個就是 細上 就是我們會有審查 然後已經被同學看很多次了 對 就是 你們不要再 在那個再多看幾次 那 那我不知道的話就算了 這門到底開不開 我覺得 實在是太黑了 我找不到怪 因為我們的怪其實還蠻笨的 就是 你靠近的話它就跑過來 然後就給你看 當然 有一個問題就是 其實門已經開了 但是我沒有發現 好像沒有開 但我也找不到怪 就是 我們後面場景很大 就是 就是 我們上鍋就是 如果怪都出來的話 這個場景大概要 有卡在牆上耶 欸 那麼請問一下 就是說 那個 是 你們在做的這個過程中 有沒有 遇到這個 最糟糕的這個問題 是什麼 我們在做過程中 遇到最糟糕的問題 你現在可以看到 左上角那個 UI 那是我做的 那 我覺得最糟糕的問題 就是 我們的同學就是 他 他真的失眠太嚴重 對 就是 真的就是失眠太嚴重 然後 我們其實整個 project裡面 就只有 這個東西是 被迫要我去做 那剩下 都沒有其他東西 要做 像剛剛開始選戰 其實還是我們意外做 但是就是 只有這一小段 是因為 他失眠太嚴重 然後 我們一直找不到他 然後他一直沒有出東西給我們 所以 就只好我做 那我個人認為 這是最糟糕的問題 那其他的話 我覺得我們的 team 就是其實是 協作上是很 很順利的 反正因為我們平常會互相 就是 例如說打打招呼 然後問問他說有沒有問題 那 所以大家其實都很清楚 互相狀況 那很清楚 互相狀況 我們其實 也就不會說 例如說 他就不會說 例如說我要做個 跟某某遊戲一樣厲害的系統 然後我就說不可能 那這樣很容易就吵起來了 但是我們 因為知道互相狀態 所以我們會知道說 這能不能做出來 那這不能做出來 那我們 就是互相體諒 所以我們基本上 比較不會有這種問題 那唯一的問題 就是大家身體上的問題 所以 在開始做壁製的時候 我們還 就要約好就是 超過幾點之後 要互相提醒 去睡覺這樣 對 所以我們唯一的問題 就是要記得去睡覺 因為做之後就會忘記睡覺 繼續找門 還有哪裡有怪 我想請問一下 那個 你們有沒有那個專案 共同開發的一個平台 就是讓大家在那個平台上上傳 自己做的東西 對 有 那我們用的是一個叫 Perforce的軟體 那它非常難用 就跟XVM一樣 建議你用 Git 對 就是 Unreal 就我們用這款引擎 它在4.7的時候 增加了Git的支援 所以你可以放在GitHub上 所以 收的Ctrl啊什麼 其實都解決了 對 非常 就是非常簡單 OK 其實外面的場景比較漂亮 但是我找不到門出去 這是所謂那個 只要開著demo 就會出問題 然後 我出的問題就是 我找不到出去的路 有人有問題 請問 請問一下 你們在開發這款動作遊戲的時候 會不會想要製造說 跟別款動作遊戲差異非常不一樣 例如什麼新的玩法 或是有新的 就是不同的系統 希望能夠盡量 呈現出自己遊戲最大的特色 有 第一個就是 那個時候我就跟同學講說 我們 我們那個 角色造型老師說 你們要多做點 中國風格的東西啊 然後我就跟同學說 那我們來做 中國風的東西吧 然後 我們做到現在的時候 同學就感嘆 就說 如果是做美式的話 我們的速度可以快一倍 然後 還有就是 我們想嘗試做一些 比較特殊的武器 所以主角 手上他那把武器 其實是一把 練劍 但是 但是就是我們 我們的系統有問題 所以你會常常看到 他劍是這樣 OK 那 所以我們只要 幕後把這個系統關掉 因為 因為我們系統有問題嘛 所以就沒辦法 運用這些東西 那我們 個人上就是 基本上我們 我們這款遊戲 基本上我們 要做其實就是 爽快感 那其他的話 我們就沒有那麼在意 對 就是我們 我們的目標特色就是 要做爽快感 跟其他人重複 不一定是壞事 因為 有時候你算跟他重複 但是你做了一些 他不敢做的東西 那其實你就是一種創新 然後 就是一種 新的啟發這樣子